白化佛法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 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 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 在白化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 开启我们云云众生的佛性 修改我们的命运 请收看卢台长的白化佛法 唐代南越怀让禅世 这个禅世的名字叫怀让禅世 他的生于六七七年到七四四年 他是六祖慧能大师的一个高徒 俗名姓杜 是哪里人呢 过去讲叫荆州安康人 实际上就是陕西安康人 他幼年的时候呢 信为恩让 信为恩让什么意思呢 就是他的本性啊 就是他的本性啊 总是非常感恩别人 很喜欢让给别人 什么好的东西都让给别人 所以他的父亲呢 就给他起个名字呢 叫怀让 怀的就是胸怀的怀 这个孩子啊 胸怀就是喜欢牵让 叫怀让 怀让禅世呢 十岁的时候呢 非常喜欢看佛书 有出将相 就是很庄严 不染俗贵 不染俗贵是什么意思呢 不去沾染到俗气的这种 哎呦 觉得自己了不起了 没有 当时呢 有三藏玄境法师 行脚落过他的家门 三藏法师呢 并不是唐三藏的三藏 就是说 他这个三藏 就是金律论三藏 就是全方位的这种和尚 落过他家 行脚呢 就是正好落过他家门 看到怀让禅世呢 哎呀 这孩子怎么长得病人 素艺啊 知其不凡啊 哎呀 这个人一定不是一个凡人 辞子若出家 必获上乘啊 广度众生啊 就是说 你的这个孩子 如果他出家了 一定是上乘啊 就是说 非常大法师啊 广度众生 怀让禅世 十四岁的时候 就辞亲 果然啊 就离开了亲人 前往静州 欲全死 这个寺庙到今天 还有 欲全死 去落发 为生 学习 学习 戒律 经律论三藏 他是律藏 学习戒律 时间呢 长达八年之久 受聚逐戒之后 也就是说 受了 菩萨戒了之后 他又继续 学习 律藏 律藏呢 在和尚里边呢 就是专门 学法律的 就是我们说 戒律的 就叫和尚出家里当中的法律 后来呢 他发现 像这样学习律藏 对自己生死问题的解决 他觉得 作用不是太大 于是 他感叹道 我受戒 金金五下 广学律意 而言有表 欲思真理 而难弃言 我受戒 金金五下 五下就是五年 春夏秋冬 以下为上 广学律 就是很好地在学习 戒律 仪表 非常非常地严格 做表率 欲思真理 我想寻找真理 非常地难 欲思真理 非常地 很难找到他 于是呢 他决定放弃 继续学习 律藏的打算 改修 禅宗 当时呢 他的同学呢 叫 坦然 禅师 知道他的 志气 高脉 这人 很有志气 就劝他呢 哎 你还不如到各地去参学 实际上就是 游访四海 到各种庙里去学 并建议他呢 去 礼业 松山 惠安 和尚 那么南越 淮浪禅师呢 最初的时候呢 从河南 松山 参业 惠安国师 惠安国师呢 叫他到 邵州 潮西去 餐业 六祖惠能 大师 于是呢 千里迢迢呢 怀仰禅师呢 就来到了 潮西 这个时候呢 怀仰禅师呢 最初参见 六祖惠能的时候呢 六祖呢 就问他一句话 圣处来 什么意思啊 这个地方话了 你从什么地方来啊 听懂吗 圣处来 从什么地方来 六祖就到 圣门物 那么来 古时候的言啊 就是土因啊 方言啊 什么意思啊 圣门物就是 你是什么东西啊 是什么物啊 你怎么到这里来的 古时候的言啊 圣门物 那么来 怀仰禅师 不知道怎么回答 实际上就是 禅宗 大师就问他 你这个人是什么物 就是你是什么 讲的物就是东西吧 什么东西 你到这里来干嘛 其实呢 这两句话的意思呢 你来干嘛 就是他想启发你啊 明白自己 你本来的面目 你是什么物 怎么来的 就是你是 人是怎么来的 你也可以说 你是什么地方来的 于是呢 怀仰禅师 听他讲的这两句话 人没搞懂 就在六祖 坐下参学 今天没搞懂啊 我就坐下来学了 其实这个东西就是 我们人本来具有的 亲近佛性 他这个话很有讲究的 什么物啊 就是你 是不是拥有了佛性 本来 所以你们看 过去六祖会呢 不是讲过 本来无一物 何处惹成来 他讲的就是这个意思 听懂了吗 物 在这里就是这个东西 其实就是 你有没有保存着 你心里的亲近的本性 就是你什么地方来的 我应该说 我从佛性而来 那么 怀仰禅师呢 在跟随 慧能法师学法的 这些年呢 他呢 慢慢的 领悟了 我们人的心和本性 不能受明相的束缚 我们的良心和本性 不能因为名利 着想去绑住自己 现在有人这样的吗 对不对啊 有的人良心 良心为了一点名利 结果去害别人了 有的人为了一点利益 把自己的本性 不应该伤害别人 他就伤害别人了 受到明相束缚 就是绑起来了 然后呢 骑士这句话的意思呢 就是叫他 一念悟性 就能继承 佛力 就是你只要开枯了 什么都能够明白 那么南岳的怀让禅师呢 随似六祖慧能八年后 跟着六祖慧能八年呢 在四从他在那边上 有一天怀让禅师 突然有醒 就是有醒悟了 他呢 非常的欢喜雀悦 前往仗室 就是方丈的房间 叫仗室 是就是房间 告诉六祖道 某家有个会处 他讲了 某家有个会处 某家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僧人 僧人自称就叫某家 有个会处 就是我已经明白了 我刚刚来到的时候 你大师问我 什么物 那么来 他八年之后 把这六个字 又拿回来说 我明白了 修了八年 明白了 听懂了吗 六祖问了 做妈生会 方言啊 做妈就是干什么 做妈生会 因为他开始 因为他开始讲 某家有个会处 我明白了 这个道理了 会 就是我明白了 会了 这事情我会了 然后呢 六祖就问他 做妈生会啊 你是什么意思呢 你是怎么领会的呢 做妈 就是你怎么领会的呢 那么怀让禅师就说了 说是一物 即不中 其实这个怀让禅师啊 他这句话就是 一句改物的话了 就是说 您老讲过的 这一个 你是什么物 这个是不对的意思 就是说 我们说是一物 说是啊 你干嘛 你是什么物 其实您说这句话 是不对的 因为 物就是物性的 是靠感觉的 而不是靠一个物品 一个人物啊 一个事物啊 他都是个物品 不是他这个事物 能够形容的 他的意思就是说 说是一物 你当时说的像一个物质 实际上 记不中 就是不对的 我这样讲 故事式的解释佛法 你们可能会更有兴趣 怀让禅师呢 就说了 这个意思就是说 我的问题啊 是无法形容 叫什么都 都不合适 因为禅中呢 实际上就是一种智慧 不是说一个事物 一个人物 它是一种菩提的本性 你只能理解 不能言说的 听得懂吗 所以很多人 跟人之间的交往 大家做到 心中有数 但是不能讲出来的 一讲出来就不灵了 大家听懂了吗 所以叫决性 本体的决性 那么 讲到底 就叫佛心 所以为什么佛通 拈花异消 实际上 学佛的人 心里有数的呀 所以佛法 一看你的行为 心里有数 你是个学佛人 一看你这个行为 你不是个学佛人 这叫决性 实际上呢 在意义上是没有的 所以 你一定要说出一个什么东西出来 那么 实际上是 是是而非 你说它是个物体的话 是是而非 你说它是一物 所以就不对了 记不中 就是不对了 那么 接下去 六主又问了 怀可秀正佛 还可以修正佛 就是六主问他 修 就是修持 印证 对不对呀 你居然说了 不可言说 你能印证佛法吗 那这样的话 你还用得着修正吗 你居然说不要假 只可心意领了就好了 你证悟就可以了 你修没有方法修的吧 就是说你 如果居然说 这个不对 你要用什么方法 才能证得你说的 明信见信 可以用他的方法 他就说 你还可以有什么方法 可以修持和验证 你所说的这句话 或者是 怎么样修成佛法 所以怀上禅师 又到了 修正即不无 污染即不得 他的意思就是 我修心证得佛法 你又不能说我没有修 对不对呀 你说我没修不行 那说到底 你到底要不要修呢 禅宗大师就是告诉我们 这个学佛修心啊 他不属于修 也不属于不修 如果说道 不用修 那么不修道的人 永远都是凡夫 俗子 如果你今天 说你不修 你可能还在轮回 那么你说你修了 我问你 你修了什么 你知道什么该修 什么不该修呢 你自己还没修成 你当然讲出话不对了 那你到底修还是没修呢 他就是在修和没修的当中 让你自己在感悟当中 所以我们修心的人 最难的就是 没有修到菩提本性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有可能修偏 你说他不修可以吗 他要修 但是修了修偏怎么办呢 修不到菩提本性怎么办呢 那还不如不修 那你到底修还是不修呢 你一定要修 而且一定要修成 正果就是要修正 修正了就不会 没有得到 叫修正 修正 修不无 因为佛性的菩提本性 它是自然在身体上就有的 再凡不减 再胜不增 再凡不减 你就是在凡人当中 也不会减少 在圣人当中 你也不会增加 这就是新经讲的中观中道 不增不减 我举个简单例子 你们今天某一个弟子 在十一年前拜了师了 那么你们跟我学到今天 你们还是那么善良 你们的心有增减了 没有了 对不对啊 过去是弟子 现在还是弟子啊 又没有增减了 对不对啊 那么你现在修成了 你已经境界很高了 像菩萨了 你以为你真了 你还是在修心呀 你哪怕修到了 超脱了六道了 你还要修的呀 是不是啊 所以再凡不减 再胜不增 所以 生命 实际上 用现代科学讲 有两个系统 一个叫迷惑系统 一个叫觉悟系统 迷惑系统呢 代表一个人 有迷惑的一面 觉悟系统呢 代表这个人 对这件事情 有觉悟的一面 所以人 有的时候 就是在选择 你对这件事情 你到底想觉悟 还是迷惑 就是在你自身的选择当中 所以如何才能从迷惑 走向觉悟呢 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需要你们好好修的 如果你不好好修这个 从迷惑到觉悟当中的过程 你就是在修无名 修了半天 越修越不明白 修了半天 越修越傻 修了半天 越修越糊涂 你是不是在修无名 所以你修了无名之后 不懂了 你开始烦恼了 修烦恼了 修了烦恼之后 修愚痴了 人越来越傻了 变得越来越愚痴了 愚痴之后呢 就开始贪 称 痴 所以修心 要修有正的状态 所以他说还可修正佛 修还是不修 实际上没有一个标准答案 你到底可修正佛 他问你你可修正佛吗 所以这句话很厉害的 你可以修吗 说我在修 也没修 没修就是在修 很多人说 哎呀 你在做善事 我没做啊 因为你已经把善事 作为应该做的事情当中 所以你就没像没做一样 所以这个既有既无 就是这样 所以这句句话就是告诉他 学佛修心没有标准答案 就是大家在进行修正的过程当中 所以有一句话叫 道不必修 但必须修 你以为道不必修啊 要修的 所以真正的有心求道的人 像你们 哎呀 我一定要修好 一定要有心求道 实际上 就要对道的一些障碍和污染 你必须要觉悟它 你今天要做这个事情 你就要知道 它有很多的烦恼会来 很多的障碍会来 你必须做好思想准备 不要怕 所以我们今天要放下自己准备学佛了 修正即不无 污染即不得 什么意思啊 就是我们又不是说没有去修 也不能说我们没有得到 所以修心修正 不是说我没有去修 也不能说我有修 实际上就是要修在修行的当中要心无挂碍 心无染拙的去修 这才叫善修 你想想看 如果你去修 忍辱 我忍耐 你骂我 我忍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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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好了 最后成恨了 忍到后来成恨了 今天你去布施 我布施 我布施 是我在布施 没有我给你布施 你吃什么 不可以着相的 所以有修就会有污染 要修又要不要怕污染 这叫蒸修 污染继不得 什么意思啊 污染继不得 就是要离开分别心 离开执着心 所以禅宗 非常的厉害 它就是离心意识禅 又要修心 又要离开自己的心 里边的意识 再去餐 就是再去修